不过接下来这房子倾斜就跟地震没有关系了 来看到宜兰苏澳镇的这栋新落成的房子 在地震发生之前其实就已经开始倾斜了 民众控诉说才刚买新房子不到五个月的时间 他就发现水瓶在地上会斜向一边来滚 连他的浴室门也会自动关起来 而最近看到地震发生的这么频繁 让他每天真的都很担心 更气得痛批 建商明明是有挂保证说会处理的 但现在却连第三方鉴定技师都不肯走 水瓶球一放到地面就会朝固定方向滚 家里浴室门还会自己关门 宜兰苏澳镇一栋新落成大楼住不到半年 竟开始倾斜而且早在地震前就有迹象 让住户超傻眼 两栋的房子都已经最上面都已经套在一起了 然后而且是有越来越倾斜的情况 这个是在地震前就已经发生 从外头看更明显 两栋房子顶部就快并拢 住户入住后发现不断往右侧第二期建案倾斜 更让他们无法接受的是 建商保证会处理将房子扶正 却一拖再拖连鉴定报告都嫌报价太高不愿意做 拖了一个月钱就是不给 不给祭司就不能来 就没有鉴定报告 地震天就倾斜 所以你觉得大地震的时候我们坐在这种鞋的房子里 我们会安心 他们现在正在做这个改善 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的数据 公所认为我们这些数据也要让公所都能够知道 而且要能够参与 疑似第二期建案施工不善 才导致第一期房子严重倾斜 近期地震又频繁 住户们实在无法安心 不得不向公所请求协助 希望能找回一个安稳的家 记得张凯婷应该报导